您好 欢迎收看11月29号的大花联地方新闻 我是肖佳慧 首先带您来看到花联县议会即将在11月1号 开始为期一个月的第19届第6次定期大会 针对花联县政府的各项提案 在会议期间进行监督宪政的工作 希望透过定期大会与宪民发声 共同与宪府推动宪政工作 花联县议会29号下午召开记者会 来为11月开始为期给予的第19届第6次定期大会的说明 欢迎议会名书长成的会表示 定期大会当中最重要的就是宪政总咨询 通过每一位医院的咨询来为地方来发声 以往的惯例 大家也知道在这个定期会中会有总咨询 我们所有的议员 目前是32位议员 通通来自各个花联县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角落也背后都代表了一些的名义 也希望大家能够帮他们多多报导 为民喉舌 让我们花联的乡亲可以知道 我们的县政务 他们的施政的内容 还有我们的议会相关的议员们 咨询的 还有他们想了解的 想帮忙民众大家解决的问题 也希望透过我们这个地势权力量 我们媒体的力量 来给我们协助 我相信我们的县政一定可以发展的更好 欢迎县委的议事主任谭先生也说明 欢迎县政府所提的各项提案 那再来 现在这次的县政府总共提案了十个提案 包括有处分一些土地的问题 財政的阻電問題 重頭戲就是要審明年111年度 花年縣政府的總預算及負責大會的預算 明年總總總共有10個提案 這個審預算是今年第七大會的重頭戲 我們會本着議會監督的立場 詳細的來審核 花年縣會33位議員 則是準備好要質詢的議題 以及縣民所托付的澄清案 文件做出準備的工作 在開會期間除了做好監督先生的工作 同時也為縣民的地方需求來發生 記得將會發生了